简易之下炙热的夏天,慵懒的惊吓,晚间因着陆意的时刻警醒与照顾,即便是在睡着的状态下,察觉到她脚抽筋,总能在第一时间下意识地给她按摩。 每天能吃能睡的惊吓,胃热得很,天天活动的范围都有偌大的怒服,变成了卧房和饭厅的小区域,吃得多,运动得少,这不仅让她脸色红润了起来,连带着肉肉也开始往身上涨了。 大家对着惊吓也是照顾的不能再照顾,稍微有点什么好吃的,都是想着法子给她吃,什么鸡肉鱼肉鸭肉牛肉,躁剑都全数地背着,就为了她这个肉食主义者能随时吃上。 后来惊吓才知道,原来这些都是陆意每日会去检查与提醒的,她身体状况一好,大家也就安心了,可渐渐地,身为大夫的玲玲发现了不对劲,自家这个侄女真是个小吃货, 放开了胃口吃起来,简直是食量惊人,依照着她这么个长势下去,怕是后面会不好生产的。 提醒惊吓好几次之后,并不见什么成像,林林只好将这个顾虑讲述给陆意听,也唯独她才能压制住那个小吃货。 陆意的话惊吓到是能听进去几分,然而当她水汪汪的双眼,一眼祈求看着陆意的时候,那些拒绝的话,陆意是如何都说不出口的。 只能是叮嘱她少吃点,奈何陆夫人的少吃点相较于平常人的胃口来说,已经算是吃得多了。 最终还是得靠袁母来控制她的饮食,你少吃点吧。 袁大娘看着已经吃掉了十来个饺子的惊吓,略带嫌弃地说说我这水饺是准备当正餐吃的,你吃这么多,一会儿该吃不下了,谁说我吃不下的,我胃口好着呢? 惊吓一边往嘴巴塞饺子,吐字不清地说道,知道你胃口好,你看你,这段时间都胖了多少,不止肚子大了不少,这脸也圆了不少呀,你不总说人陆意好看吗? 当心她看不上你了,大人才不会这么肤浅呢,她说了无论我什么样子都是好看的,惊吓没脸没皮地说,袁母打量着她,倒不是怀疑她这话的真实性,确实也像是陆意会说的话, 还真是没人管得了这姑娘了,摇了摇头,你再这么吃下去可真不行,回头太胖了不好生,我有胖这么多吗? 惊吓眨了眨眼睛,低头看了看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,最近这段时间,她吃得有点多,肚子确实长大了不少,这孩子在长大,肚子大了不是很正常吗? 我不吃,我会饿的,这样也不利于孩子发育,惊吓,你,袁母顿时很是无奈了。 惊吓,你现在的肚子,确实不像是怀孕六个多月的样子,有一点大了,玲玲摸了摸她的肚子,看起来倒像是七八个月份的了,看来孩子的营养不错,长得挺好。 不过啊,如果孩子太大了,后面却是不好生产的,所以啊,你真的不能吃太多了。 这样啊,惊吓皱了皱眉,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筷子,那我就不吃了,可不止这一餐啊,这过后你都得控制住自己的饮食才行。 玲玲乘胜追击地说着,哦,我知道了,下午路易回来的时候,时辰还早,靠在卧房窗前软塌上的惊吓,看着眼前更换便服的路易,突然开口,大人,你说我是不是胖了许多? 这几日她总是这么闻,嗯,好像是长了那么一点点。 路易看着她红润的双颊,小脸确实比之前要圆润了很多,不过这样反倒看起来气色好多了,只是一点点吗? 娘和姨都说我太胖了,说肚子太大了,后面会不好生产,现在都不让我吃太多的东西了,某个姑娘一脸委屈巴巴的。 你最近确实胃口不错,吃得也不少,他们说得也对,虽然你吃得挺开心,不过吃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好的。 若是孩子长得太大了,着实不利于生辰的,路易认同地说道,她也觉得惊吓最近胃口极好,几次想要阻止,对上她的撒娇,又是无济于事。 那,那我不吃,我就会饿吗?无奈地叹了口气,换好衣服的路易走到她面前,不是不让你吃。 是稍微控制一下,好吧,那我控制一下,不吃那么多就是了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总是很容易饿,比我以前抓贼跑几条街都饿,一饿就想吃东西。 看来,这个小家伙应该随了她娘亲,是个小吃货,怎么都吃不够,路易笑了笑,俯身摸了摸她肚子,将她从椅子上拉了起来。 我才不是吃货呢?大人,是嫌我吃得太多了吗?走吧,今日天气不错,这会儿太阳快落山了,陪你出去走走。 自从静下肚子大了起来之后,以往那个天天想要出去的人,现在倒是越发地不爱动了,简直和以前活泼好动的性子截然相反。 以着林林的花,今夏这个阶段还是要多加动动,也是为日后生产做准备,所以路易总是尽可能地挤出时间,陪她到处走走,也当是一种运动了。